德國的社民黨 綠黨 還有自民黨共組所謂的紅綠燈聯盟 在下個月就要成立新政府 現在德國的新政府成型 號稱紅綠燈聯盟 他所發表的執政協定 也被專家認為說 這是德國近代以來 對中國措辭最強烈的執政協議 主持人徐新黃在節目中和專家 深入剖析 德國社民黨 綠黨 以及自民黨共組執政聯盟 所發布的執政協議當中 同時提到臺灣和中國